薄熙来案今天上午二审宣判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 10月25号上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二审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无期徒刑判决原判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13年9月22号一审宣判 认定薄熙来受贿人民币2044万余元 贪污人民币500万元 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 对薄熙来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恕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薄熙来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 并组成何一庭进行了审理 何一庭审阅了案件全部卷宗材料 和一审庭审录像资料 审查了薄熙来的上诉状 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多次询问了薄熙来 听取其辩护人意见 核实了全案证据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 进行了全面审查 充分保障了薄熙来 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经何一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二审裁定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二审裁定中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予以确认 认为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伙同他人侵吞公款 其行为构成贪污罪 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 遭受重大损失 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情节特别严重 薄熙来犯受贿罪 贪污罪 滥用职权罪 应依法惩处 并恕罪并罚 依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薄熙来供认犯罪的自书材料 和亲笔供词与证明 其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 及相关书证 物证能够相互印证 薄熙来及其辩护人 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第225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 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该裁定为终审裁定 薄熙来的亲属 媒体记者 及各界群众 一百余人 旁听了宣判